狗仔偷拍,连战夫妻做千万兵力牵手看电影,连胜文带双子孝亲。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夫人连方与情。 袖身有成的爸爸一个样,头好壮壮,气欲非凡,如今选战打得如火如荼,连胜文卸下战袍回归家庭找回健康,瞧他紧牵儿子一脸慈父模样,也算有失必有的。 前天下午连战与老婆连方与手牵手步出东区住处一品大厦,连方与易如往常穿着最爱的高跟鞋,搭配白色蕾丝洋装及名牌包,气质亮相,下楼梯时高跟鞋不小心顶到楼梯,导致重心有些不稳, 牵住他手的连战连忙停下查看,待老婆站稳脚步后,在二名随护陪同下,一同上了千万宾利坐车到松烟看电影。 两人看见熟视的朋友热情大招呼,不少民众发现野生连爷爷,连奶奶,频频对他们行住墓里,夫妻也习惯众人目光,亲切微笑回应,随后他们勾手进影厅观赏电影梦想新乐章,连方与最新中国诗词,热爱唱歌。 两年前亦在松烟成品办过音乐会,如今连战陪夫人看追逐音乐梦想的电影,看得出他对老婆疼爱有加。 连战和夫人返家不久,晚间近7.1辆白色丰田保姆车开到门口,下车的正是连战长子连胜文,她手里提主一袋搜狗白货提袋,看起来像是要送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,随后对车内挥挥手,要儿子,老婆赶紧下车。 似乎怕耽误爸妈用餐时间,她大儿子连令节先弯腰下车,之后小儿子连弯节才拿住手做卡片跟妈妈蔡衣衫一起下车,一家四口大手牵小手回老家,共度三代同堂母亲节。 连胜文年轻时不进口体重破百公斤,几度进出医院,让她体认健康的重要,2013年开始瘦身,一瘦了近30公斤。 日前受访唐奇减肥原因,连胜文说,很多疾病都是因为肥胖所导致的,孩子还小,还想活久一点。 如今小孩日渐茁壮,颇有奶腹之风。 佐蔡衣衫透过助理回应,就是全家相聚过母亲节,过程很轻松,很愉快。 而向来注重家庭隐私的她,被问到夫妻俩是否有送连方语什么礼物,或是连胜节,连并节两个儿子有无准备惊喜庆祝母亲节。 蔡衣衫则表示这方面不便透露太多。 特勤组,张嘉玲台北报道。 母亲节当天,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夫人连方语勾手看电影,右图,连胜文带小孩回家陪爸妈吃饭,左图,小孩衣服变色处理。 特勤组设,连战,左,和夫人连方语不出东区住处,搭千万宾利出门约会。 特勤组设,特勤组设,72岁的连方语穿着高跟鞋,脸挂墨镜,十分注重一派。 特勤组设,连方语,左,上阶梯重心不稳,幸好连战把老婆牵好牵满没递到。 特勤组设。 连战夫妇返家没多久,连胜文,又,带七小回家陪爸妈过母亲节,他手提礼物和儿子手上都拿住卡片,十分忧心。 特勤组设,小孩衣服变色处理。 连胜文,又,又,又,怕耽误爸妈用餐时间,迁住小儿子连弯节快步上楼,大儿子连定节和妈妈菜衣三紧跟在后。 特勤阻射,小孩衣服变色处理 连圣文,左,昔日体重破白,如今瘦身有成,他老婆蔡衣衫气质出众,是美光灯注目焦点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